大家好 我是吐司去編 那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講的行銷技巧就是行銷你自己 因為大家知道因為疫情的關係 你也不能夠出國嘛 所以呢 如果我們想要拍出很像在國外的美教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來找這種異國的咖啡廳 所以我們今天要幫大家採點台北三家異國咖啡廳 而且都超美 分別有土耳其的風格啊 巴古巴的風格 還有歐美風 現在來到這一間呢 是Saturn Landing Turkish Coffee 叫做登陸俗星 土耳其咖啡 然後它的特色除了是它的餐點是土耳其料理之外呢 最厲害的是它裡面的裝潢是土耳其風格 超美 我們現在就去看一下吧 走 叫做登陸俗星它真的是一個蠻酷的咖啡廳 因為剛剛我們其實也有嘗他們的那個土耳其咖啡 它的特色就是它是把很細很細 細到跟麵粉一樣細的咖啡粉 或者水跟糖直接放進銅湖裡面去煮 到時候大家可以來店裡面試試看 真的是跟一般我們喝到的咖啡不一樣 那個香氣也都不一樣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身後的這個地方呢 就充滿了土耳其來 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拍照這件事情 你要很小心 來到這種很鮮豔的餐廳 記得不要穿太鮮豔 我們啊 個人是覺得可以穿一些白色啊 米色這種稍微淡掉一點顏色 如果你要穿一些藍啊 綠啊 然後什麼紅啊 那些很鮮豔的話 我自己會覺得沒有那麼好啦 當然在最後濾鏡的調色上面 大家也記得要選擇稍微彩度高一點點的 然後店裡的那個亮度也可以再跳高一點點 所以呢 今天就是綜合以上 我覺得是一個土耳其風格真的很強烈的咖啡廳 大家來拍拍美照 然後也有很好吃的點心喔 我們現在來到的我們至深就是法國的咖啡廳的兩桌 這個地點呢 就是在內湖大致的一家叫做 極度浪漫SuperXOXOE咖啡廳 它其實就是這種 歐系白色綠色拱門雕花的這種建築的事情 就是可以在裡面用它 然後它很多雕像 很多花花的條草 整個就非常的歐美 它其實有一區一區的玻璃屋 然後每個玻璃屋裡面的用餐的座位平數也都蠻大的 所以還蠻適合一些姐妹們來聚會 然後就可以選擇一個玻璃屋 然後在裡面大拍特拍 然後大適合的食物 我們剛剛已經在戶外拍了非常多的照片 我們剛剛有挑一些有雕像的地方啊 然後這裡植物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也會挑一些植物來拍照 或者是直接選某一棟有雕花的玻璃屋前面拍照 你只要裁切進一點真的 你就打卡Paris 我不以為你照人家台北 然後調色的部分呢 建議大家可以選兩種 第一個是附圍的濾鏡 然後第二個是大概粉嫩色系的調色 復古一點的呢 可能暗角啊 或者是它的色調會比較濃郁一點點 其實很適合歐洲的風格 那如果你希望你的照片風格是鮮明一點的話 你就選粉嫩色系一點點 因為這邊似乎非常多 光線採光也非常好 所以很適合粉嫩色系的色調 試試看也可以知道 這裡真的非常歐美 Cowanabana 差一個字 我們現在來到的就是民生社區的這個 Cowanabana咖啡廳 大家有沒有看到它的色調 非常的像哪裡 就是我們古巴 可以看到這個粉紅色的牆 還有這種超級有點中南北州的配色 因為我本人住民生社區 一直在我的口袋清單 沒想到今天因為工作有關係呢 就可以來第一次拜訪人家 咖啡廳 然後它的餐點其實很多都是古巴的甜點 除了古巴三明治以外 其實很多都是古巴的餐點 而且店內非常多的擺飾 是老闆自己親自從古巴帶回來的 那如果要在這裡拍照的話呢 推薦大家可以用暖色一點點的色調去調色 然後加一點顆粒感 因為中南北州那種地方很適合顆粒感 都比較復古的風情 現在有沒有適合抽一根古巴的選家 對 我今天這個穿搭還沒有很適合這裡 其實我下次應該來就要穿暖色系的衣服 比如說紅色、橘色、黃色 就非常的適合 尤其是你頭上如果有一個什麼紅色的花 就跟那個太陽的那個火火一樣 你看它這樣穿有沒有 超搭 這種很飽和的暖色系 就很搭這種粉紅色的打卡器 好啦 今天這邊三間一國鳳氣的咖啡廳給大家 有古巴的、有土耳其的、有歐美風格 我覺得大家喜歡去拿這種咖啡廳 然後可以拍出不同風格的美照 最重要是不要忘記我們今天分享的拍照小技巧 不管調色啊、穿啊 就可以讓你們在這些好看的咖啡廳裡面 拍出最有那個倒閉感覺的照片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的話呢 記得訂閱下頻道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通知的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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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讀者洛宜君的西夏旅館 我來到的是 吳琴 根本沒有關係 謝謝 謝謝 高麗 男人 男人